肿瘤专家忠告,癌症患者进步前!这两个饮食大坑别踩! 大家好,我是健康一点零小编Uber!今天要来说说关于肿瘤专家忠告,癌症患者进步前,这两个饮食陷阱别踩!的是!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?一起来看看吧! 肿瘤患者在医治期间,吃什么对病情有帮助,又需要忌口什么,这都是患者及其家属都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! 肿瘤专家认为,一般来说,肿瘤患者的饮食应该以高蛋白、清淡、异效化为准则,对病况有影响的食物,也就是民间说的发物应该尽量避免,而补品也不是宣扬的卖般神器! 实际上,饮食均衡是第一位,补品是非必须的! 癌症患者进步要适当! 患了肿瘤,尤其是进行了手术及化疗放疗的患者,身体较为虚弱,因而,家属往往想方设法给患者进步,以期患者早一点恢复履历,赶快恢复! 其实,在临床上,关于进步,家属常常会有两个误区,一是以为肿瘤是巨大耗费的疾病,需求大吃大补! 诚然,肿瘤患者需求养分,可是由于肿瘤在侵袭人体过程中,严重破坏了人体器官的功用,使患者的味觉减退,胃口下降,消化功用很差,致使养分吸收各项代谢发作妨碍! 此刻,假如一味地给患者进食龟、海参等不易消化的大补食物,不光不能消化吸收,还会加剧胃肠消化功用的妨碍,进一步加剧厌食! 因而,癌症患者吃海参、水鱼等食物,应是胃口而定,千不可盲目过多食用! 二是以为肿瘤患者不能进步,进步会促进肿瘤加快成长! 事实上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发现哪一种补药只补肿瘤而不补人体!的! 相反,许多临床与动物实验发现,许多补药都有增强机体免疫功用的效果! 但进步是有考究的,不是一切好的滋补品都合适每一个肿瘤患者! 中医以为,进步前需辨明患者归于哪一类亏虚,据此挑选相应的补品! 癌症患者饮食均衡最重要! 虽然肿瘤患者应有所忌口,不过,那种过火磕球忌口,甚至连鸡蛋、鱼都不吃的做法要不得! 实际上,肿瘤患者的食谱不宜太窄,应该适当给予必要的饮食排程,这样使人体对手术、化疗和放疗的耐受力,改善全身情况,加强扶症曲斜效果,然后取得较好的远期疗效! 在饮食上懂得排程,能够最大程度上协助患者恢复! 比方为避免或减轻骨髓按捺引起的白细胞、红细胞、血小板等的下降,患者能够多时意气补血、补肾甜碎的食物,如红枣、花生、核桃、桂圆、菠菜、牛奶、大豆、瘦肉、蛋黄、香菇等食物! 如果患者胃口不振,可挑选山楂、陈皮、佛手等食物泡茶壳,多吃些开胃小时以影响胃口,如山楂、扁豆、山腰以及柠檬米、西瓜汁、梨汁、马蹄汁等! 经过饮食均衡,广泛吸取人体所需各种氧氛素,这才是最好的恢复方法,而补品往往只能起到某一方面的效果! 且肿瘤患者食用补品之前最好请教医师,切勿只听广告,那种以为吃补品就能医治肿瘤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! 看完后是不是觉得Uber小编在健康1.0分享的健康生活文章很好呢? 想看更多好文,或是喜欢健康1.0的文章的话,可以按赞追踪健康1.0并分享这篇《肿瘤专家忠告》,癌症患者进步前,这两个饮食陷阱别彩!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我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